大家好大家好陶杰先生好 你好你好 哎呀美国一正常世界就出新闻 美国一不正常世界都没有新闻了 你看美国现在政权稳定了以后 开始缅甸就出事情了 缅甸突然产生政变 不过讲到缅甸呢 有一个事情跟香港有关 那就是缅甸有一个华人叫胡文甫 那么他在1938年三几年在香港 闯办了一份新岛日报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当时的华人只要有一点钱 跟现在的美国人一样的 美国人有一点钱 什么贝祖斯啊 比尔盖茨啊 还有这个这个还有谁啊 巴辉台啊 哪一个人有的钱都要办报纸 都要办媒体 当时为什么 30年代的一个缅甸华人胡文甫 会想到到香港的办一份新岛日报 这份报纸您了解吗 因为最近这个新岛日报 何祝国先生把他的股权 20%多卖给了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性也不能女孩子吧 27岁啊 对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事情谈了好久了 这个何祝国先生跟我很熟 我也知道他在卖报的 很熟很熟 老朋友了 哎呀 政协常委嘛是不是 我淘洁交朋友 您跟中共还有这么的高级啊 我淘洁交朋友啊 这个爱国的也有反共的也有什么乱七八糟 左的也有右的也有 是不是啊 何祝国他是这个人是蛮蛮有趣的 虽然70岁像个老环童啊 这个他从胡仙手上买的这个 这个新岛日报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差不多十几年前买了差不多 20多年前 20多年前 20多年前买的一一 很便宜很便宜 因为胡仙女士 因为胡仙欠钱了嘛 对对他欠钱 因为他在他到这个澳洲搞这个房地产呢 结果亏了一大笔 而且呢 这个面对21世纪啊 胡仙女士报纸也办不下去了 胡仙女士是一位非常善良的 这个一位大家贵宿 心地很好 但是呢 他这个办的报纸在后期啊 也有点的力不从心 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是对这个知识分子非常好的 他付这个新岛日报付的这个稿费啊 是全香港最高的 我在中学的时候在新岛日报 新岛晚报就投稿投过漫画 也投过散文啊 每个月我就到了这个北角的新闻大厦 去等领钱了 他那个钱是比什么明报了 什么左派新晚报什么都要高 所以呢这个胡仙女士 我觉得我就对他是非常尊敬是不是 对 胡仙还被江泽民接到中南海谈了很久 当然政治方面 胡仙女士可能有一点的天真了 当时有关方面叫他搞个身心时报 对不对 对 跟他说了 答应了很非常美好的前进 是不是 然后当然这个报纸后来这个下场如何呢 这也不用我多说 是不是 这个海外华侨的通常呢 因为爱祖国啦 有这个乡情啦 有同胞爱啦 往往啊把对这个政治啊 看得是比较简单 当然也不能够说共产党骗他 没有 他自己对于这个大陆这个市场可能有一点不是太现实的幻想 对 不但是胡仙女士有幻想 中国时报联合报两位老板都有幻想 我当时就被余季忠先生从纽约调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待一年 我们的老板就是想要我去发展中国大陆市场 我就告诉他 在中国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报纸不能做 但是呢 两位老总啊 两位老板啊 这么资深的国民党的中常委 对共会都不到 真的不了解 这两张报纸 我觉得这两位余季忠跟王提武 我就觉得奇怪了 他们是跟蒋老先生一起啊 从大陆拨迁到台湾的 他们是跟胡诗芝先生应该是一代的 胡诗芝不是在这有一句名言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共产党之下 自由是有与无的分别 那么余季忠跟王提武这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国民党党员 跑到台湾去吃了牛肉面 去了几十年 为什么那点的本能都退化了 居然呢 有这么美丽的性幻想 想在这个香港啊 做一个跳板 进去大陆去搞boss 是不是啊 啊 这么的赖 我就是说句 说句这个 这个比较老实 是不是赖哈姆想吃天鹅肉 还是我陶杰 想跟这个月亮里的嫦娥上床吧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哎呀 这个余先生呢 他呀 这个和王提武两位啊 都是反抗日反降 反反反共的 但是呢 复兴去了这个北京中南海 一见了这个谁 见了这个江泽民 政治立场就很大的改变 新岛日报很长时间 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多少多少年啊 不是写的公元啊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对啊 记得记得 就改变了 然后这个 我出来看新岛日报 那个上面一款文章 就是极端反共的文章 反共直接写的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 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我的老板 余先生 一见到江泽民 一谈 在中南海一谈 一回来 就跟李登辉报告 两岸统一纲领 他写 写一个东西啊 给这个李登辉总统 然后我还把我 从纽约叫过去 跟他讲 要给他的这个 两岸统一纲要提意见 我是台湾最好最好的东西 就是说不要懂 不要捅 就是偏安一方 就是天堂 余先生很不满意 他就 就是说 我有一点情节啊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理解 包括美国人 包括美国人 你别敢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 他一去了中国 一到了人民大会堂 他就傻了 他就傻了 你一下那个美开多 那个世界上的这个 美都开 对吧 他居然在人民大会场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台阶上啊 等了这个 丁万根等了半个小时啊 那种权力的感觉 只有在北京 才发出他的光芒 一旦进入了那个光芒 谁都受不了 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样 这里头有一套非常精深的学问 这个恐怕要从这个法译符号学 这位思想大师叫罗兰巴特说起 这个罗兰巴特呢 他是一位法语的文化学的这个专家 这他有一套理论 就人类的世界 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这个物像 全是一套符号 那么这个符号在不同的眼呢 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头 看了以后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 比方讲 你去了北京 你看到一套这个符号 是在纽约伦敦 香港中间看不到的 比方讲这个人民大会堂 这个非常宏伟的斯大林风格 这个建筑 他那个原著啊 就跟那个希腊的神殿差不多 然后呢 你这个进人民大会堂 进领导人呢 这个十阶梯啊 共有我不知道有几十几 就等于是走上一个圣坛一样的 当年沙切尔夫人去见这个邓小平 邓小平非常聪明利用的这个符号学 你不是很 很那个很牛逼吧 你不是打了霍克兰吗 对不对 福克兰吗 你来了是不是想谈香港许愿啊 好我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见你 然后呢 这个邓小平故意怠慢 来晚二十分钟 那么沙切尔夫人就在这个福建厅啊 这个会客厅外面 拿这个手带就干的 那说到处去看 第一个天花板非常高 第二这个梁柱啊 非常的宏伟 第三 那个门呢在这个走廊的深处 然后呢这个邓小平呢 二十分钟 管到了 然后这个大门一下子打开 邓小平就站在里面 然后呢就叫你沙切尔夫人自动走过去 举例现在你看看中央电视台联播 凡是什么G20啦什么什么这种什么高峰会议啊 我管你是德国默柯尔夫人啊 还奥巴马如果中国当东道国开的这些国际会议 我不管你是美国英国德国的你来了 见这个中共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 东道主那双腿是牢牢钉在这个地板上 他不会往前挪一步 你来了以后 你吹钱的跟他握手 他不会说远远看见你过来 他也过去 然后每人走五步在当中握手 他不会的 他站在当中 你过来握手 这就是文化符号的心理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沙切尔夫人一看 这个天花板很高 那个门很深 然后呢这个门一打开 邓小平这里头虽然是个矮个子 但是就有个皇帝气派 然后邓小平说 哎呀抱歉啊 我刚才 我今天呢是见金日成主席 见晚了 所以呢就晚了20分钟 邓小平这样说 就让你撒切尔夫人知道 你在我心目中 你大英帝国比不上一个北朝鲜 所以这种话呢 什么全都有一个文化的这个符号心理学在里面 然后香港总督彭定康来到香港 1992年 获港澳办邀请去访问北京 让他参观什么 紫禁城故宫 你不是大英帝国的末代港独吗 你是帝国吗 我让老子让你看看明清帝国这个建筑的气派 然后红墙绿瓦 然后太和电中和电啊 让你走走走走走上梯极 然后这个太和电里头看看 然后后面一走再走下来再走梯这个梯极 你这个人对这个5000年的文化没有了解 你一进去你这是东南西被摸不着方向 这一手的对这个小黑子奥巴马就耍过 让他到银台去见习近平 银台啊中南海里头三面环水的 好了你川普来了就到太和电故宫 建这个川普与这个川普一起游 因为你川普是个商人 但是这一套对川普毫无作用 他没有文化 他来了以后要看看 这就是你们5000年文化 对他没有作用 所以川普这个人气场强大 你在他身上耍这些花招啊没有用 那在奥巴马在这个撒切尔夫人 在老布什跟尼克松跟基辛格这等的人物 那就很有效 这叫文化符号学 这是罗兰巴特这个发明的 好我们现在还是要转回我们这一件上讨论的这个正题 就是缅甸这一次的这个政变啊 我们知道这个福文府新岛日报的这个创始人 也就是福西好像是福文府的洋女吧 那么这个福西这个福文府在九云山去世之后 是不是后来马回到了这个香港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为什么华人在这个缅甸有这么高的地位 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缅甸呢是缅北跟缅南不同 缅北的这个福建人多一点 缅南呢是广东人多一点 这个缅甸的华侨呢因为什么多呢 还是要谢谢这个英国的殖民主义 就等于说英国人先占了一个地方 他慧眼先发现那里有自然资源 有了自然资源的话要把这个资源弄出来 然后呢要运出去啊 那然后呢他靠这个土著来干劳工 但是他缺乏是中间的管理层 所以呢到缅甸以后马来亚也好啊 都是中国人华人呢听到那边有机会 那就乘船呢到这些地方 当初也是蛮辛苦的 但是因为华人的脑子灵啊 像郭赫年马来西亚的马来亚的郭赫年 印尼的林少良 缅甸的吴文虎都是福建 所以呢为什么这南洋户上有这么 陈嘉庚啊陈六使啊郭赫年呢 啊我们饮水思源要感谢谁呢 感谢英帝国主义 没有英帝国主义哪有这么多 什么霍英东啊李嘉诚啊啊 什么什么郭赫年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我陶杰是实事求是 啊您这个问题问的好 因为这个胡文虎呢 那个时候也是个福建啊 这个这个也是个福建人 是不是啊 对他是他的父亲 就已经在缅甸了 他是在缅甸出生的 福文虎福文报 对这个一虎一报 啊然后就创办这个万金油 万金油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也在大陆卖的很多 是不是啊 我们每个人都用啊 因为万金油就叫 什么叫万金油 什么东西有问题 你都用万金油 比如说你感冒了 头一下好了 比如说你你你你身上过敏 头一下好了 然后你被蚊子咬一下 头一下好了 我们叫万金油 叫什么都可以用万金油 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必要讽刺 我们记者叫万金油的意思就是说 你什么都可以做 哈哈 再加上这个后来我就补充一句 他办这个星岛日报 当然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侨 他对中国文化啊 这个有一种向往啊 有了钱呢 他办这个报纸就能够雇佣一些文化人 对 所以呢这个不论是这个 胡文虎啊还是现在这个马来这个木材大王 张晓青啊 他都是比较喜欢中华文化的人 对 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办这个星岛日报 而且风行了南洋 因为南洋的华侨啊就越来越多了 对 这个呢 星岛日报我要补充一句 到后期啊 40年代末期啊 他在香港啊也被这个白区啊 中国的中共方面的人呢也打进去了 是吧 所以呢他就带头第一张说广州天亮了 是不是啊 啊然后呢这个大标题啊 庆报导这个这个 呃广州解放 嗯啊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嗯 四个星岛日报的记者 他以为留在广州迎接解放就没事 嗯 结果被解放军抓起来 说他们是国民党特务全部枪毙 枪毙了 所以呢这个星岛日报在香港本来想起义投诚 但是因为这四个文化人被枪毙 这事情到对这个吴文湖的打击也非常大 所以呢他猛的醒悟过来 又把这个星岛日报 爆头就改成中华民国了 是不是 哦 那么一直到吴仙呢去大陆的时候 他又忘了这四条人命的历史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华侨啊我跟你说 我不能说华侨好骗 华侨呢就是脑子里头可能就是长少了一根弦 不是说不爱国 爱国爱国好不好很好啊 但是呢他爱国的同时可能这个记性是有一点的缺陷 是不是啊 不过这个人家啊 他也是他无限自己的权利了啊 是不是啊 人一走茶就凉 你身上手上没有报纸了 那你又不是正写了 又什么不是什么 好了 你这个星岛居然卖给这个何祝国了 何祝国就是正协常委 而轮不到胡仙了 是不是 对 正协常委 中国大陆就相当于正部级干部 听说何祝国先生要显特首是真的假的 啊这个我没这个我没听说过 不过如果他要当特首呢 他也不是没有资格的啊 嗯啊 因为他现在跟中国了美国了这种种方面这个关系还不错了 嗯 不过应该我没听说过啊 OK 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缅甸政变 在这一次政变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这个政变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呗 对不对 就像913啊 这个时机成熟了 总有这么一点事情的发生 这个政变就刚刚好发生在川普下台 这个是时机的巧合还是什么 啊 当然很多人就猜测这个后面这个推手到底是谁 到底是不是中国幕后搞的还是美国 看样子拜登的气急败坏的这个谴责呢 不像是拜登 嗯 要不就是中国呢 这也很难说 为什么因为这个昂山素姬跟明选的这个温敏啊 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是非常的支持的 2018年2018年这个昂山素姬去访问过北京 啊然后习近平也访问过这个缅甸 而且呢这个两百两千两百公里这个边界啊 基本上是跟中国跟缅甸呢 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 而且呢这个一带一路包括一条油管呢 啊从这个云南一直贯穿这个缅甸 一直到印度洋 是不是 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呢 把这个简仆再做一个试检是很成功的 比方讲 就弄成一个嘻哈努克城 那里头啊 刺香喝辣 夜夜声歌 又是什么洗脚店啊 又是什么卡拉OK了 我现在任期一些朋友 还在嘻哈努克城呢 还拼命叫我过去玩 我说我现在怎么玩呢 跑不动 这里好啊 这个一国带一路这个世界很成功啊 淘气你要来看看 开开眼界 我们这中国人真的很威风啊 全说中文 而且很多地方用人民币 所以如果在柬埔寨建成这个试点呢 完全可以把缅甸变成第二个柬埔寨 嗯 所以呢 这个昂山素吉跟那个 温敏呢 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除非 除非发现他最近不老实 比方讲 是不是跟蓬佩奥有一腿啊 什么这个那个了 所以把他给搞掉啊 嗯 不然的话中国没有理由 是这一次幕后政变的推手 我想 你讲的 对 根据我们的了解 中国和美国都不是幕后推手 都不是 是他们自己搞的 对 是军方自己搞的 反而 有一个协议的是谁呢 印度 印度 嗯 对 2017年印度政府邀请过现在的这个 呃 政变的军军人头头啊 这个叫这个 叫 敏昂来 敏昂来 对 访问过印度 跟印度总理墓地啊 啊 谈过的 那你印度为什么广是 只是邀请这位军人的头目去这个访问呢 那得要跟问问目的跟这个叫明明怎么来啊 啊 敏昂来 敏昂 敏昂啊 那你们这哥俩啊 这两个人当时交了什么心呢 只要他们两个人才知道 嗯 那么 印度是不是已经跟敏昂来 2017年已经搭上了线 而庞贝奥在下台前呢 曾经去过印度 又跟这个目的的耳朵边说点悄悄话呢 这是我自己想象啊 啊 我这个纯粹的想象 没有证据 没证据的话不能实说啊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通过印度跟蓬佩奥这条线啊 对这个印度的军方啊 打了个招呼 然后这个拜登老人痴呆 一坐上来啊 都不知道前朝发生什么事情 哎出事了 这干嘛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昂山苏吉不是我们的人吧 啊 怎么被他抓了 他就一开口就谴责啊 所以我说这个拜登脑子不行了 你至少要查明来龙去脉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我想啊 这个当初这个是这条线连不连到这个蓬佩奥那头 我不知道啊 小说家也 但是我想没有证据之下 应当是这个军人头目他自己搞的 对他是全力 他因为很快退下来了 他不甘心这一次的选举啊 都被这个昂山苏吉给给给给拉走了 那您在昂山苏吉怎么看呢 昂山苏吉这个 又怎么看呢 成王败寇啊 我倒觉得他今天这个下场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昂山苏吉30年来是被欧美的白左精心培养的 一尊观音菩萨 说他是这个亚洲啊 东亚的这个民主女神 一向崇尚这个非暴力啊 这个民主自由啊 好莱坞还找这个法国名导演陆克比桑 被他拍了一个传记的宣传电影 找了杨子琼来演啊 这个片名就叫俗女图的lady 哎呀我这一看 哎呀怎么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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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山苏吉在这个电影里头这个形象啊 啊就有点像海港里头这个江水英呢 啊啊 不是这个 贤良俗德啊 啊这个形象伟光正啊 我都看着都很感动 对不对 啊他又非暴力了 又是什么一个人面对这个军政府的千军万马了 是不是啊 不怕死了 多次的软禁了 啊而且有这么宏大的感召力 哎没想到他妈的他当权以后 来一个对罗兴亚少数质疑的大屠杀 种族清洗啊 是军方干的 但是他没有反对 他跟他也很有关系 他是执政 他没有反对 而且他支持 而且他跑到瑞士国际的这个会议上 还为这个大清洗而变 河南河南海洋法庭 河南海洋法庭 还振振有词 所以这个昂山素季的问题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说什么西方的什么自由主义分子 他们心底里头就是种族主义者 我从来不相信他们那套什么大爱包容 我看这个川普至少没有在墨西哥边境 向那些少数族裔的非法移民开枪 但是昂山素季一得到权力以后 就在边境大清洗 那纽约时报的这个中文版 还说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 那么纽约时报30年来把昂山素季啊 吹捧成亚洲的民主慈善女神 那么请问是谁是法西斯 昂山素季就是法西斯 所以这一下子杀了我不知道不知道 而且2017年 纽约时报派两个记者去采访 就被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下令给抓起来 判了七年你记得吗 那是纽约时报还是路透社啊 路透社 他们就好像在这个观音庙里头的一批这种老太太啊 一直对着这个观音客头 以为啊这个救苦救难啊 这个慈悲菩萨 忽然这个他妈的这个观音呢 这个眼睛一震 噗嘞啪啦走下神坛 从这个神台底下拿出一把刀 然后冲到庙外 看见这些非法百卖这种小贩啊 啊然后拿着个刀啊 就乱砍一通 哎观音显灵如果是这个样子 要我是在那个观音庙里头 拜了半辈子我都吓着自己发精神病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这个昂山素季这个我觉得 他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哎但是你不能够说他是法西斯 他是民选的 他这个政府是民选的 而且缅甸自古以来 100多个民族都是佛教国家 对没有80%都是佛教人 80%多 自古以来罗兴亚不属于缅甸 对 唐山素季他没说错啊 是不是啊 嗯 对不对啊 哎 罗兴亚是哪哪来的 就是美英国人车走以前啊 留下的地雷啊 罗兴亚来自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 由于英国要招劳工 要在缅甸的这个边界发展 就招来了一批 然后呢他车出以后呢他就不管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罗兴亚的少数主义就住在那 啊 我就记得奥巴马时代 这个希拉里就到阳光啊 子民要见杭山素季 这个姐妹俩一看一见到手牵手又是拥抱啊 我一看就看好像这个谢进那个舞台姐妹啊 一个叫曹银帝一个叫什么谢芳 那个女主角是谁啊 啊是不是 谢芳啊 这个两个像舞台姐妹一样 这里头还有女同性恋的一点点的这个味道 你想就太丰富了 哎 这希拉里穿个裤子啊 对吧 然后这昂山素季 恶罗 克罗多 恶罗多姿 穿的这个很妙条很苗条 希拉里这个婆娘一去啊 就像就像个男人 昂山素季那个东方的女性美非常的浓烈 我这一看就他妈的lesbian 这两个人 不过不要紧 不过不要紧 这个充满美感是不是 哎 没想到这个昂山素季一得到权力 马上清面獠牙 对不对 然后把整个罗兴牙给灭掉 那我请问 这样的民主这样的政府是民主政府还是民税呢 是民税呢 现在民财和民主有时候分不清楚 您说如果昂山素季向西方妥协 要善待罗欣雅人 那他在缅甸就得不到支持 他得不到选票 我认为他做的对啊 缅甸第一啊 缅甸主流的民意要我这么干 我就这么干对不起 对不对 要你再选择你来接收好不好 他当然对这个暴力政压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你说他这样不对 那你在这个罗兴牙的这个自古以来又不是缅甸的大家庭 那么你叫孟加拉国去接收好了吧 你这个联合国这帮人在那吃闲饭啊 联合国不是有个难民专员公署吗 为什么联合国你不派一些人呢 过去啊去照顾罗欣雅的这个少数族裔 把他运到德国好不好 运到欧盟呢 欧盟不是收了110万人吗 是不是 那你要不管 让罗欣雅的这些可怜的 这些老太太啊小孩啊 就被这个昂山素季政权啊 那个军队啊 杀了很多 触觉是不是 嗯 所以这种民族啊你说可笑吗 你这个西方白左你怎么解释啊 突然就看见不知道怎么办 就把这个昂山素季的什么什么牛津大学院士啊 什么莫贝尔和平奖啊 通通给收回来 不是可笑 有没有和平奖还没有收回来 还没有吉他收了 没收回来 这不可笑吗 可笑吗 对不对 异常闹剧 好了 今天 我要这样说 如果他被政变推翻 这是也他自己自招的 我们从这个因果报应 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佛家的这个理论来说 缅甸不是佛教国家吗 这个昂山素季是得到不报应的 是不是 而且我非常高兴的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想通过一个选择缅甸政变的决议被中国拦住了 中国是安全安理会五大常任你四国之一他不喜欢他可以投票否决你拿他没办法 是不是所以你又没得选择那我看你拜登怎么样你去制裁啊你去制裁制裁的更好整个军政府再向中国进一步一面倒啊你制裁了你这个缅甸没有什么资金啊不怕我有一带一路啊 我有过这个过剩的产能啊我有水泥啊我有钢材啊要不要啊啊我有工程 你是附近靠中国你们香港人特别喜欢这个缅甸 在缅甸得到的位置里面香港占了28啊 对啊 排名第二第一位是谁啊第一位是新加坡 第一位新加坡啊 所以这个事情政变了以后如果导致缅甸进一步导向中国 新加坡跟香港全部都 都是 啊获利者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个按理会把这个这个选择否决了 我觉得我认为这个做的对 而且日本日本人在这个缅甸的投资超超过了中国 日本在缅甸有那个丰田汽车的啊生产性马上就恢复了 他说我们不能像以前傻乎乎跟斗美国一起制裁 我们就撤离撤离以后我们把市场押给中国人了干什么 对对所以呢 我巴不得你拜登呢 美国带头制裁 制裁了更好 制裁了以后就由中国跟日本我们大东亚两大文明国家联手啊 去带领这个缅甸走向文明是不是 资金呢 中国也去日本也去我们香港人新加坡才去都去 就完成了这个昂山啊 印度在这个缅甸的国父啊 就是昂山素季的老爸 他当年他生前他生前参加过日军到海南岛受过军训的昂山啊 坚决支持大东亚共荣圈 所以呢我陶杰讲话非常的客观独立是不是 嗯嗯嗯 我认为这个政变政变又怎么样 政变又政变了 舞弊舞弊又怎么样 所以我我我当下当政变的时候 我是真正会继续开放 因为开放对他有好处啊 一定开放的 一定开放的 问题是问题是 其实这政变也是缅甸的内政 是不是嗯对 像南美洲一样几十年写一个政变的 这个智力也政变嘛 你这个基这个什么基辛格 1973年对这个阿联德啊 人家是明选的社会主义 这个政府啊 你照样就叫这个 呃支持这个皮诺切特 把这个阿联特把它给推翻了 人都枪毙了是不是 嗯对 所以即便这一次中国支持这个军方来把这个昂山素姬搞掉又怎么样啊 嗯是不是啊 我就怀疑现在这个昂山素姬在偷汉啊 偷谁啊 偷你蓬佩奥啊 我就玩一场政变来试试 有没有证据 没有 没有老子喜欢我就来弄成政变来看看啊 就考考你这个拜登到底是不是真正老人痴呆啊 也可以这么样啊 是不是 反正现在昂山素姬没有危险啊 只软禁起来而已 对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事情不要把它看的这么大 不流血的政变 不流血 这个小事一桩 大国博弈这一件是小事情 是不是 在这个星期我们还有发生一个事情 请您简单评论一下 就是越南的共产党 也进行了这个第三任连任 原来说越南要搞改革搞了半天 他也学了中国大陆第三任连任这个总书记 而且年龄也七十多岁了 您觉得越南的情况你了解吗 他们的 越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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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本来是共产党国家里头 是搞党内民主搞得不错的 对 是吧 嗯 在这个刷国仅存的四个共产国家里头 越南呢 是这个总书记是可以党内选举的 对 这个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是不是 嗯 可能呢 这但是越南到底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深的 啊 这么一个国家 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到老了以后连任呢 这个再连任呢 而且这个是最近是全世界的潮流吧 是不是啊 普京啊 习近平啊 都是这样 嗯 那么小越南也学学啊 啊 嗯 这个 这个啊 也是不出为奇的 是不是啊